蓝羽之歌,清泉故事 作者 美,丁青松 译者 三毛 蓝羽之歌 白白 来我们家吃晚饭 马浪说,我爸爸宰了头羊 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不是,但是我爸爸病了 白白是为他做的 我们这里如果有人生病了 就要白白 这样天上的神道多驼才会医好他的病 我们走去他家时 马浪说 以前我们有很多羊的 满山都是 但是士兵和囚犯的狗咬死了我们的羊 真糟 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羊肉了 在马浪的工作房中 我又四肢着地地爬了进去 马浪的妈妈和其他女人坐在地上一边 她们的头发都盘起来 系着红丝带 脖子上挂了很重的玛瑙项链 这些事物都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 马浪说 女人们都穿短裙 身上披着蓝色和白色的披肩 脚踝上还挂了铃铛 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的响着 马浪的妈妈笑得很开心 她的牙齿和她儿子的一样黑 她光滑的脸在射近的阳光中闪亮着 马浪的哥哥和其他男人坐在对边的地上 他们穿着蓝白毛的短背心和钉字裤 手腕上挂着银手镯 有一个男人的耳朵上还穿了一个金耳环 大家看着马浪的父亲分羊肉 地上放了很多大象耳 叶 马浪的爸爸分好肉后搁在叶子上 然后他又拿了另一盘新鲜的煮鱼进来 也同样的分配 这是我昨天晚上抓的 马浪指着鱼说 你昨天捡龙眼还不够累呀 我问 习惯了 马浪回答 又有人端出了一盘鱼竿 这是我最爱吃的 我们每一个人拿了自己面前的叶盘 上面有羊肉 鱼肉和鱼竿 地中间还有一个大的金属容器 上面有叶子罩着 马浪像艺术家揭幕一样的移开叶片 哇 每个人都惊叹的叫着 里面装的是地瓜和芋头 马浪用一个尖棍子 戳了一大块白芋头给我 这是山上野生的芋头 他说 我们最好的呢 他哥哥又端了四个沉重的碗放在金属容器旁 两碗是鱼汤 两碗是山羊汤 他说 赶快吃 吃饭比赛开始 马浪大口大口吃着地瓜和芋头 真想不到他的胃口这么惊人 他用双手握住大碗 猛灌几口 然后递给我 我尝了羊肉汤 很腥很鲜的味道 白芋头像是烤羊芋一样 感觉很纯 地瓜挺撑人的 我吃两个就饱了 你只吃这样 马浪惊讶地望着我 他自己已经吃七个了 喝汤吧 他拿鱼汤给我 我吞了一口 真是难以下咽 就像在喝海水 马浪发觉我的表情有异 他笑着说 你迟早要习惯喝的 我想我们吃的速度 足可以打破世界纪录 马浪拿叶子盖到容器上 端到角落里 他虽然身材矮小 但是就连他在低屋顶下 都得弯着腰 洗手吧 马浪走到门口 把盛水的福桶 拿些一点洗手 然后他替我倒水让我洗 马浪的妈妈 从架子上拉出一栏冰榔 里面有两条刚折下的枝条 上面都是绿黄色的冰榔 他们撒在中间的白粉 竟然是把贝壳压碎燃烧 的东西 慢麻麻 马浪的弟弟边拿冰榔边说 我重复道 意思就是冰榔 这是我们雅美族的香烟 他疑惑的看着我问 有香烟吗 我拿出一包 一个人传着拿一只 谢谢 天主保佑你 他们说 马浪的妈妈甚至还高兴的拍着我的手臂 就像拍他心爱的狗一样 哎哟一 他说 然后大笑着 他的黑牙上面都是干冰榔 接着他对儿子严肃的说了几句话 马浪翻译给我听 我妈说你以后要是没饭吃的话 就像我们家好了 又有一些男孩爬进马浪的工作房 我们一直乱弹着吉他 夏日的午后和刚才的大餐让我们昏昏欲睡 马浪的妈妈拿出两张草席铺在地上 他和他先生两个人躺下睡觉 马浪也睡了 马浪瞎眼的老祖母蹲在门口 位置就在我们下面一点 他原来滔滔不绝地和马浪的父母说话 后来似乎觉察到他们都睡了 才静了下来 然后 他慢慢地滑到我们现在坐的地下头 我简直看呆了 那么小的缝 他怎么钻得进去 我往下一看 一阵臭味冲鼻而来 他竟然滑到了房子底下黑暗的石土之中 他在做什么呀 我问坐在我旁边的男孩 他正在拨弄琴弦 温柔地唱着歌 他要睡了 他不能和别人一样睡在这上面吗 没办法 男孩默然地回答 他又老又瞎 他喜欢睡在那里 他注视着我补充道 他真可怜 不是吗 说完了 他又继续唱他的歌 别忘了 我说完了 我说完了 他说完了 感谢观看